好 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弹州Python学院国防课堂 那么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 心南 好 同学们 那么在开课之前 给大家这个交流了一下 对吧 我们很多同学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这个课堂 那么有必要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不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是这个弹州教育Python学院 OK 那么本人呢 目前 在这个弹州教育Python事业部 就任这个Web学院的院长 以及这个Python学院的公开课高级讲师 以及我们Python事业部 这个授权信息平台的负责人 OK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机构呢 那么大家可以去到网上去搜索 这个弹州教育 或者搜索这个时光钥匙平台 那么这里呢就不跟大家去赘述了 好不好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一个课题呢 大家看到了 那么能够看到我的屏幕吧 同学们 那么是这个淘宝信息采集扒虫 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稍晚一点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不好 那么就是 注意了 同学们 那么我们这个扒虫呢 是一个实际的项目 是一个实际的项目 那么是我们一个VIP学员 这个 公司的一个实际的项目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比如说我们进入这个淘宝 那么我们在这个搜索栏里面 比如说我们搜索Python这个关键字 那么会出现很多的商品 对吧 那么要求了什么呢 要求你要把这些商品的信息 比如说它的价格 它的这一个商品名 它的这一个 有多少个人付了款 它的这个店名 它的地区 它是否保油 是否添猫 对吧 有没有什么运费险等等 相关的信息把它给扒取下来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这样一个扒虫 就这样一个扒虫 那么呢 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的Python 我先看一下环境 好 我先看一下环境 我们的环境搭建好了没有 好 OK 好 我们来运行 我们来运行 那我们看看 我们的这个NewSpider 好 OK 有没有 有没有有基础的东西啊 对不对 仔细看我这个屏幕好不好 有没有基础的东西啊 那么这个这个地方呢 我们带着给大家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这个出了问题 就不停的给 这个这个任何问题 都会来找我们这个老师 那么同学们 我们有些常见的问题 我们要自己搞定 有些说没有导包 这个不叫没有导包 好不好同学们 这个地方写的很简单啊 是吧 我们的模块 not found error 是吧 对不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已经正式进入课程了 好不好 全程干货啊 那么你听清楚了 那么同学们 像这个是我们这个异常的名字 你把它复制一下 在我们的翻译里面去什么呀 去百度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这很显然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模块没有找到 没有一个叫做XLWT的模块 说明什么呀 对不对 这个XLWT如果你用过 是干什么的呀 是不是我们写Excel表格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很显然 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安装 没有安装 那么我们开始就安装这个XLWT 怎么安装呢 怎么安装呢 非常简单 我们的PEAP 对吧 in-store 那么特别是我们有些这个基础XL同学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仔细听了 XLWT 我们就开始安装 你看 好 它报错了 报错了 这个是为什么报错 看看 好 看着看着啊 同学们 你看这里又有很多同学 因为我们一般学习的都是在Windows系统上 同学们 这个地方是什么 permission error 是吧 这个permission什么意思 好像是允许的意思 对不对 拒绝访问 说明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权限不到位 对吧 说明我们没有权限 没有权限怎么办 我们就要用管理员的方式 去运行这个CMD.EXE OK 这是常见的说服 好 那么我们来 来到我们的这个开始 找到我们Windows的什么样 管理工具里面的什么 系统里面 Windows系统里面有一个命令提示符 然后我们的右键 更多里面 以什么呢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对不对 就这个地方 管理员 这个时候呢 你看没有 管理员 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 再来说PEEP Install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XLWT 你看 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再看看还有没有错误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一回车 好 那么就已经正确了 已经正确执行了 好 那么首先你看 我爬取了什么呢 我爬取了是Python 我爬取了是一个Python 那么首先 它会帮我们进行什么呢 进行一个包邮和不包邮的什么样 的一个丙图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包邮的占了绝大多数 对吧 不包邮的18个 好 把它关掉 我们看看第二张图 好 那么它来了第二张图 那么同学们 那么第二张丙图呢 就是我们爬取的这些数据里面 天猫 天猫商品有330个 那么这个淘宝商品 有114个 对吧 我们再把它关掉 好 又出现一个什么呢 又出现了一个柱状图 对吧 那么去什么呢 去做这个分析 看没有 我们湖南 那么三东 北京 北京的商品最多 对吧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地区 看到没有 我们的地区 那么通过 通过什么呢 我们再把它关掉 好 那么其实呢 今天呢 其实这个爬虫呢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目录 那么它有什么呢 它会帮我们去生成什么呢 生成相应的图片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展示的那些图片 好不好 然后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一个搜索 搜索之后的什么样 我们的数据 把它存在一个XLS 就是我们的一个Cell表格里面 我们把这个表格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么就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这样的 你看 搜索出什么呢 我们这个Python的关键字 那么搜索出来的这个商品 它的标题 它的标价 它的购买人数 是否包邮 是否天猫 它的地区 它的店名 它的URL OK 那么注意了 注意了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重点呢 是这个爬虫 好吧 那么关于这个数据分析呢 那么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 对不对 那么只是告诉大家 那么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Python 那么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代码 把你什么呢 把你这种数据分析 把什么呢 把它给搞定 好不好 很简单 听清楚了 我们这节课 本身的内容 是不难的 是不难的 但是 对于我们有些同学来说 你的基础 比较薄的同学来说 你会觉得它 这一个非常 可能听起来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设计的一个知识点 非常多 非常多 好不好 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知识 那么是一个综合的应用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 自己学了好久了 这个老师 我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会写项目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就算是一个 小小的项目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好不好 那么想学同学 给老师QQE 好 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那么这节课呢 不是一个零基础的 那么有一定的这一个难度 对吧 特别对于我们基础博乐同学 所以说呢 你们应该 刚才我们的服输老 服输老师的QQ 应该去加上 好不好 去获取一些基础的视频 资料和本节课的 这个视频和资料 好 那么我们正式就开始 来开发我们这个PARTO 好 那么我们照例 我们学什么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笔记 S03001 笔记 好 那么他们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的环境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是一个爬虫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Python3 Python3 那么我们的这个 模块 我们用到的模块 比如说我们要做爬虫 对吧 那么用到第三方模块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用了很多模块 好不好 那么我们 只讲什么第三方模块 首先有什么呢 Request 那么这个 这个模块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 做爬虫要用到的 我们刚才还有一个什么呀 写一个Cell 我们有一个XLWT 模块 对不对 那么这个写什么呢 就是写我们这个 一个Cell表格的 我们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个画图的呀 那么是用了什么模块呢 用我们的Meta Plot Lib 这个酷 那么三个模块 就是我们三个第三方模块 OK 好 那么今天我们用到了什么呢 用到了开发工具 那么专业的书法叫ID1 就是要集成开发环境 那么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Python Python OK 把这个字体放大一点 好 那么 特别强调一下 不建议跟着我一起敲代码 好不好 不建议跟着我一起敲代码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 好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来打开拍唱 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 写成csv的话 要加外部模块吗 不需要啊 你直接写文件就好了 好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那么今天是s0301 三月份第一节课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呢 用Python创建了一个 创建一个项目 OK 那么其实创建一个项目呢 那么这里呢 其实就是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好不好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s0301的文件夹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桌面的 这个code文件夹里 那么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不要觉得很生气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python代码 我们写上我们的spider 我们一个爬虫 对吧 spider 我们开始了 开始了 好 那么同学 那么我们有同学问了 老师这个爬虫怎么写 这个爬虫怎么写 就是我们怎么开始这个爬虫 对不对 那么我觉得 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一点理论支撑 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爬虫 那么这里呢 我就快速地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爬虫 好吧 我们以一种通俗的 通俗的方式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网络爬虫 其实刚才呢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对吧 同学们 你看我们的爬虫 我们今天这个爬虫干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 把这个页面上面的 这些商品的信息 全部把它 全部把它怎么样 全部把它给 给 给这样 你看 把它 把它形成我们这种 规范的 标准的 是吧 有格式的 这种 这种格式化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同学们 如果说 在 你不会爬虫的时候 我们以前 这个没有 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你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手动的 你是不是需要手动的 去 去做这个 那么同学们 我告诉你 这里总共有多少条数据呢 这里总共有 444条 对吧 那么如果是手动 我相信 可能 给一个人 有可能你需要一天 需要一天 那么你需要一天呢 有可能 你还会什么呢 你还可能 这个 会出错 对不对 那么 爬虫干什么呢 对吧 那我们就来 我们来根据我们 今天的这个爬虫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个 爬虫的定义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个 关于声音小的问题 好不好 那么这个 众口难调 那么我已经 抽到这个 话虫上面 讲话了 好不好 那么这个 你们也听到 我这个声音 我这个声音线比较低 那么如果说 我很大声 跟你讲 那么可能我讲 讲不完 我的嗓子就疼得不行了 好吧 那么这个 你可以这个 用其他方式 把你这个声音 扩大一点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什么是网络爬虫呢 这里来跟大家讲 那么首先 首先 首先我们的 今天给大家看到 这个网络爬虫 它本质上 是不是首先 它是一段程序 对吧 就是一个程序 我们写的一个程序 对不对 那么这个程序 它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程序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去 我们叫爬取 好不好 爬取什么呢 爬取这个互联网 爬取互联网上 怎么了 前面还加一个字 是不是批量 爬一两个有用吗 对不对 如果说我只要一个 我只要这第一个 我直接打开 复制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比你 比你写一个程序 还要快 对不对 那么一定是批量 对吧 大量的 对不对 我们就批量的爬取 互联网上 在什么呀 互联网上 我们需要的资源 我们叫做网络资源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爬什么 你看 这些价格 对吧 这些店名呀 对吧 这些信息呀 对不对 那么以后有可能 我们还要图片呀 还要音频 对吧 等等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用 用什么 用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网络爬虫 那么 那么这个呢 这个定义呢 对我们去写一个爬虫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所以说呢 我再给它加上一段 叫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刚才打开 这个网页的时候 我们刚才打开 这个网页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 我们的浏览器呀 那么 我们去爬取的时候 对不对 是什么呢 模拟 浏览器 模拟浏览器 浏览网页 它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的网络爬虫 那么它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个本质上呢 其实是这个 ATTP请求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浏览器 对吧 用的最多 那么我们很多信息 都在网页上面 对吧 所以说我们99%的爬虫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通过什么呢 去模拟这个浏览器 去浏览这个信息 然后去爬取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 这样一个定义呢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等一下 我们想写一个爬虫 我们是不是首先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这个浏览器 它是怎么 去浏览网页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这个定义呢 才给了我们的这个 学习的方法 好 所以说把这个定义 教大家 好 那么同学们 那么我们这个爬虫的定义 听明白同学 给老师QQE 好 那么那么很显然啊 我们在写之前 对吧 我们都不知道浏览器 怎么干的 我们怎么写 所以说首先 我们要知道浏览器 是怎么干的 好不好 那么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就要打开 我们的附件 我们用这一个画图软件 来给大家 来给大家 稍微大概的 粗略的 讲一讲浏览器 去打开一个网页 它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不好 首先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浏览器 这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服务器 什么是服务器 服务器其实就是一台电脑 对不对 然后运行我们的服务程序 像我们的这种网页 我们的这个信息 对吧 它都是保存在服务器上面的 那我们浏览器是 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你想要进百度 你第一个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 在这百度 在我们浏览器里面 地址栏里面 输入百度的什么呀 的地址 是不是 网址 叫网址 输入这个网址 那么浏览器 在拿了这个网址之后 它是不是 根据这个网址 就像什么呢 像这个网址所指向的 服务器干什么 发送 AGB请求 OK 那么服务器 在接收到浏览器 发过来的 AGB请求之后 它根据你这个 请求的内容 它有什么进行相应的 一些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叫做 HTTP响应 一发一搜 对不对 HTTP响应 就是你要什么 合法的情况下 我就给你什么 对吧 你要一个网页 我就给你一个网页 那么你要一个百度网页 我就给你一个百度网页 就这么简单吧 对吧 那么对吧 这个HTTP响应里面呢 它包含了很多数据 它是一个包 我们把它理解成为一个 一个包 一个包袱 好吧 那么里面呢 有分门别类的一些 有很多数据 我们的响应头 我们的响应体 对吧 我们里面还有什么 我们的数据 那么同学们 浏览器呢 会把这个响应 进行什么呢 进行分析 拿到里面的数据之后 然后根据数据的不同 进行解析 渲染 然后展示给我们的用户 所以说 但是我们不关心 好不好 我们不关心 展示 但是它这个里面 怎么处理的 这个里面怎么处理的 我们不关心 好 我们只要知道什么呢 它是这么搞的 它是 它的这个流程 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朋友们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浏览器 它打开一个网页 的流程 好 那么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朋友们 你看 首先 我们如果说 想要打开什么呢 想要打开一个淘宝 对吗 想要打开一个淘宝 这个软件 这个页面 对吗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首先 输入这个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回车了 那么浏览器 其实就什么 去向这个地址 发送的请求 发送请求之后 那么 这个服务器返回给我们 这个浏览器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同学们 那么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H 什么呀 我们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 有一个开发者调试工具 它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帮我们去监控 我们这个浏览器 发送的HTTP请求 那么怎么打开呢 F12 F12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呢 F12之后 这玩意儿呢 就是我们这个开发者 调试工具 注意了 这是谷歌浏览器 好不好 如果说你用的火壶呢 也是F12 那么可能跟这个 稍微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network 这个左边 同学们看到没有 这个左边这些内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条 同学们 这有个列表样的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呢 是吧 有像列表一样的 你看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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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每一条呢 就都是一个HTTP请求 好吧 那么明白这个啊 那我把这个 把它把它Clear清空一下 我们再来一遍 我们回车 好 同学们 你看 一个页面 一个页面非常复杂的 同学们 它发送了60个request 就是我们60个什么呀 请求 69 你看 它还在变 对吧 好 那么同学们 那么第一次 好不好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第一次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页面 它的内容啊 第一次就返回回来 给 返回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有 稍微有 稍微懂一点 前端知识的同学呢 就应该明白 同学们 那么我们这个页面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页面啊 它是什么呢 它是由这个 HTML 这个构成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 先点击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点进去之后 这个右边呢 就是我们这一条 HTTP请求的 详细的内容 你看我们这里有 headers 对吧 我们的请求头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response response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的响应啊 对吧 你看 其实第一次返回来 就是这玩意 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 HTML的原码 就是我们这个网页的骨架 好不好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还有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右键 查看网页原码 对吧 看到这个没有 你看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HTML原码 它的骨架 那么至于它为什么 有这么漂亮 又有这些什么呢 又有这些图片 那么它什么呢 它是跟这个css 还有我们的js 进行什么呢 进行配合渲染 那么才有这么漂亮的 好不好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OK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什么呢 再回到我们淘宝 我们刚才的这个 刚才这个 好 我们 我们了解了刚才的 我们浏览器 它的这个内容 是吧 将来呢 我们再来看 那么我们要开发 一个爬虫 对吧 我们要怎么搞 对吧 我们今天 我们开发一个爬虫 是不是我们首先 需要知道的需求啊 对吧 需求里面 是不是这个数据 我们需要的数据 对吧 数据在哪里啊 对吧 我们的数据的什么呀 首先要知道 在哪一个页面 对不对 就是分析这个数据的来源 对吧 在哪个页面 我们的数据在哪一个页面 在哪个页面 是不是就是我们 搜索之后的 这个页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 拿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我们第一 是不是我们首先需要 知道这个 这个页面 它的UIL是什么呀 我们能够去 模拟浏览器 向这个页面 去发送 ATP请求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 这个可以理解 东西 给老师给个页 再说一遍啊 再说一遍啊 听听这个什么呀 听这个录播好不好 那么你可以去加一下 我们什么呢 加一下我们的这个 服输老师 去拿到本节课的视频 好吧 明天再听一下 那么这个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呢 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就来讲 一样的 同学们 我们按一下什么呢 按一下F12 那么我们什么呢 我们点一下搜索 好 同学们 那么你看啊 你看 那么第一条 第一条 那么这个 ATP请求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我们这个页面的 对不对 是我们页面的 那么我们 也说了 通过右键 查看网页源代码 那么可以看到什么呢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页面的 什么呀 ATML的源码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有同学说 老师我零基础的 那么零基础的同学呢 那么你就要硬着投币 你听什么呢 听我们这个过程 听我们这些概念 特别是在我讲这个的时候 特别是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好吧 那么这个 你想什么都能听懂 那么肯定是不可能的 好吧 所以说你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听课这个方式 不要想到 哎呀 老师这个我这里没听懂 那里也没听懂 不是很正常吗 你就是不懂你才来听吗 那么我们这节课 不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零基础的 你也没有系统的学 对吧 那么你是来干什么 对不对 你是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的开发 我们这个Python能干什么 以及学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学着一个 网络爬虫 对吧 那么什么是网络爬虫 你学会了 怎么去开发 大概的步骤 你知道了 至于细节 这个需要长时间的过程 不是说一出而就 不是说你听几个你就会的 你要是听几个就会的话 那么你让我这些做了几年的人 十几年的人请可以看 对吧 那么别人这个智商难道比你差一些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刚来的同学 刚来的同学 去加一下什么呢 加一下这一个 辅助老师 好不好 我再不说第三遍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遍 推我们这个辅助老师 好不好 那么后来的同学 等一下如果还有后来的同学 就麻烦大家帮忙去 发一下这个辅助老师的QQ 好不好 或者告诉他去看我们的公告 那么上面都有什么呢 都有这个老师的 好不好 OK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讲 好 同学们 那么同学们 注意了 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讲过 这个浏览器 我们这个地址 我发送第一次的时候 它返回的是一个HTML的 看到没有 返回是一个HTML的什么呀 的圆码 对吧 那么同学们 这个浏览器 它在拿到这个圆码之后 它就会从上网下去 解析我们的数据 你看啊 同学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网页上 还有很多图片 对不对 那么这个图片呢 很显然 不会被包含在什么呢 不会被包含在这个里面 对吧 它一定是之后 它已经是什么呢 它已经是我们浏览器 后面再去 再去什么 再去加载的 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 你看啊 我们这个浏览器 在解析这个 HTML圆码的时候 它会从上往下解析 那么当它碰到 类似于这样的时候 同学们 它会又向这些地方 去发送HTTP请求 那么比如说你看 这就是一张 感觉像是一张图片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下面还有什么 各种CSS图 CSS啊 JS啊 等等 那么同学们 像这些内容 有可能什么呢 有可能它不是第一次 听明白吧 它不是第一次 就已经加载到页面的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那么有可能这些信息是什么呀 是在我们加载当前页面之后 在什么呀 在另外一条HTML 在另外一条HTTP请求上面 可以理解吧 那么像如果说那种情况 加载的数据 我们叫做一步加载 我们就不叫同步加载了 我们叫一步加载 好不好 那么怎么去分辨呢 同学们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的 就是一个10888.00 或者是68.00 那么你就应该是把这样的数据 同学们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复制了 然后再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圆码里面去 我们来搜索一下 看看在不在 Ctrl 叫 V 好 同学们 看到没有 发现这里没有 你看 我们如果说我们稍有一点 这个前端的这个基础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明白了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Jason对象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JS里面的Jason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个JS去什么呢 去生成的 那么我们的信息呢 已经本身就包含到 这个页面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直接去什么呢 直接去访问这一个 这个页面 对吧 这个UI 我们就一定可以什么呢 一定可以拿到我们当前这些信息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 这个可以理解的东西 Galaxy Q.E 好 那么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爬了啊 既然既然 既然那个数据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只要拿到这玩意儿就可以了呀 这玩意儿怎么拿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好 这个信息就包含到这一次的HTTP请求里面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模拟浏览器 去发送这一次的HTTP请求里面 对不对 对不对 怎么模拟呢 我们只要看这个Headers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知道什么呀 要知道Request URL 然后把这个URL给复制下来 OK 那么URL对吧 等于URL什么呀 把它复制在这里 URL是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的网址啊 对吧 那么不要不要害怕啊 这个英文对不对 URL叫什么呢 叫全球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那么我们所有的网络资源 都有一个什么呢 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URL 就是我们的网址 好吗 接着 我们 去怎么样 发送 请求 获取数据 其实就是去下载 对不对 怎么发送呢 怎么发送呢 那么这里呢 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要用到我们的import 我们导入我们刚才这个request 库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第三方库 如果你没有 你要去安装 好不好 这个库怎么发送呢 非常简单 用request 点 它后面有方法 get的请求 post的请求 对吧 那么什么叫get的请求呢 什么叫post的请求呢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 那么发送http请求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类型 会有类型 它有什么 get 它会有post 什么时候发get呢 什么时候发post呢 我们不管 因为我们做爬虫 对不对 那么这个浏览器它发什么请求 我们就发什么请求嘛 那么在哪里看呢 一样的到这个headers里面 看到没有 发什么请求啊 get的请求 request method 就是请求类型 get的请求 那么我们就get嘛 对吧 就这么简单嘛 点get嘛 get里面什么呢 写上我们的ui 好 那么对吧 发送请求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呀 你看 一定会有一个响应 对吧 所以说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用一个response 等于request 等于request 好 response 对吧 好 那么他们 我告诉你可以了 就行了 真的就行了 那么我们的数据 就已经拿到了 那么我们就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就print一下 我们的response 我刚刚是不是说过了这个 我们的响应是一个power 我们要取出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这个第一次请求是什么呀 是一个页面的信息 对不对 是文本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个文本信息呢 那么我们怎么搞呢 我们写上什么呀 写上text txt txt 就取出我们这个响应里面的文本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右键 运行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你看 是不是我们就拿到这个页面 好 有人说老师 是不是这个页面了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control加f 在这个里面搜索一下 108880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 看到这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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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呢 就什么呢 下载到了我们的数据了 对吧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的这一个 html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response.txt 好的 们 接下来该干什么呀 我们接下来再干什么呀 告诉我 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去提取 提取 筛选 清洗 清洗 清洗我们的数据啊 我们只需要我们有用的数据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啊 好 再拿一个页面 然后还要分析什么呢 还要去分析 加载 加载的流程 对不对 那么把这个都搞清楚了 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就开始 开始这个去去去去下载啊 对吧 那么下载完了 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还要去 这个获取 去提取 筛选 先提取筛选 对吧 清洗 我们需要的数据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用呢 这个地方怎么用呢 我们这里写上啊 那么下载 其实就是去模拟浏览器 发送 模拟浏览器 发送 http请求 对吧 那么有一些 以后甚至有什么样 有验证码 对吧 有cookie 对吧 你要知道是什么呢 知道它是这一个 知道它是这一个 一部的还是同步的 对吧 你知道它是用JS生成的 还是直接在页面上有的 对吧 那么这个都是让你去分析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提取 筛选这里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啊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正则 表达式 好 content的提取的是 提取的是二进制 点text提取的是文本 好吗 学东西这个 这么很简单东西 要学会去看文档啊 这个文档 中文文档都有 好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提取 好 提什么呢 提取我们需要的content 对吧 我们用这个 content 内容 对不对 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信息 对吧 等于什么呢 我们要提取我们的数据嘛 那么 怎么去提取呢 我们刚才说了 要用到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所以说 我们要导致什么呢 我们的系统模块 r1模块 那么这个r1模块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正则表达式 ra.find findwall 老师 你们有培训班吗 好 那么需要了解我们培训班的同学呢 那么可以去加一下什么呢 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科研老师 好不好 好 那么这里呢 这是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提取的内容 好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我没有学正则表达式 那么没关系啊 同学们看不懂代码 看不懂代码 好 好 那么 那么同学们 那么 这个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 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讲一下我们这个 正则表达式 对吧 我们这个正则表达式 我们这个正则表达式 可能有同学不懂 那么这里呢 可能会比较难以理解 那么所以说 你就不要去纠结这个代码 好吧 因为你纠结这个代码呢 你这个 你这个关注点 你就关注错了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是干什么呢 告诉你啊 其实是通过函数 通过正则 去什么呢 去把这一段内容 就是我们需要 这段内容 把它给匹配出来 把它给匹配出来 好不好 好 好 那么怎么匹配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那我们就来写 这个正则表达式 好不好 那么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正则表达式呢 其实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去匹配相应规则的 这样的一段文 这样的文本 一段文本 好 那么我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点 心 问 那么这个地方 它以正以截止 对吧 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要获取的是 哪一部分呢 我们获取的 是不是这一部分 一直到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括号 加上一个括号 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这一个反向不获 它就会把什么呢 把 在我们这个ATM2里面 也就是这一段 制服串里面 去什么呢 去找到 这个部分 那么在哪里呢 在这里 对吧 然后再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在哪里呢 这一部分在这里 对吧 然后把什么呢 把它中间的所有的内容 把它匹配出来 然后返回给我 返回给我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来print一下 print一下这个content 好 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地方没有提起出来 没有提起出来 有没有同学知道这里为什么呢 好 好 非常棒啊 那么我们有换行对吧 r1.s 我们这个封烧小宅栏 也说了 那么这里要加什么 加上这一个r1.s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啊 我们这个里面匹配的时候 它有不可见制服 有空格 有回车换行 那么这个点号 在普通情况下 只能匹配这种可见制服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要加上个r1.s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 再来看看 好 大家们你看 是不是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就把它匹配出来了 对吧 我们就把它匹配出来了 OK 好 那么 那么 同学们 这么写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什么呀 这是不是列表啊 我们是不是要需要在这里 加上一个0 把它从列表里面取出啊 对吧 你看 这才是一个什么呢 这才是一个文本数据 对吧 我们匹配出来的文本数据 那么同学们 你看到这个数据 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一个什么数据啊 什么格式的数据啊 是一个什么 Json 格式 但是你看 后面有 居然有一个分号 所以说这个数据 它的格式不规范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开始去对这个数据进行格式化 首先我们要去除两端的不可见字符 我们只能用content 有一个strip 那么它会把两端的不可见字符 把它去掉 那么去掉完这个之后 同学们我们还要去掉什么呢 看到没有 最后有一个什么样 有一个冒号 有一个分号 我们还要去掉这个分号 那么我们怎么去掉呢 我们这里通过什么样 通过这个切片的方式去获取 好不好 等于什么呢 我们再来print一下你的content 我们来运行 好 再来看一下 那么同学们你看 是不是就没了 没了还不完 还不完 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 文本的数据 我们要获取的是 里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这也是一个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json格式的 json格式的数据了 那么它可以什么呢 其实它可以去转变为 我们python的什么呀 我们刚才其实有同学知道了 用dict对不对 那么它可以转变我们python里面的 这一个json在线解析 我们来把它解析一下好不好 看看 这什么东西 好 那么就用这样吧 可以了啊可以了啊可以了啊 好 团队们你看 你看 你看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文本 对不对 那么你看 我们把它解析成 解析完之后呢 它们团队们 它它成了一个什么样 它是不是成了我们一个 这个这个不怎么对呀 换一个啊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背 出来了 好 同学们 你看 其实就是它有点慢 这个数据比较大 你看 这是我们刚才这一串 制服串 那么我们要把它转化什么呢 我把它转化成这种标准的格式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那么我们怎么去把它提起来 那么我要通过什么 格式化 格式化成什么呢 content 我们把它变成 看清楚啊 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呢 我们Python里面的 类置的什么样 数据类型 用什么样 Json模块 那么这也是一个系统模块 我们写上Json点 一个Lows 看到没有 Lows 把什么呢 把我们的content放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content 我们来print一下吧 print the content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type 它的类型 是不是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我们的字典 运行 好 对不对你看 就变成字典了 变成了字典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就是它就可以什么呢 可以去非常方便地去获取 我们这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对不对 你看啊 其实我们 我们的内容 其实在哪里啊 对不对 你看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看到这里没有 UIL 对吧 我们的Tidal 谭州教育 那么 这个是我们的官网 这是我们这个 天猫体验店的课程 你看 是吧 价格 地区 多少人付款 对不对啊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就有了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其实就是 这些数据了 你看没有 这里每一个object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商品的信息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要拿到什么呢 这些数据我们要不要啊 不要对不对 我们要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的就是这玩意儿 对吧 那么怎么去获取呢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字典 那么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就不停地到这个里面去什么呀 一层一层地去剥 一层一层地去剥 那么首先我们要拿到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拿到什么呢 是不是首先我们拿到这个MOS M-O-D-S 对不对 一层一层的 往下去剥 好不好 好 那么你们看清楚了 那么所以说 接下来 接下来怎么呢 就是我们的 Data Data list 我们的数据列表 就叫什么了 等于我们的content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字典的 这个MOS 对不对 字典的语法了 通过箭直去取 MOS下面的什么呀 你看 一层一层地往下去 MOS下面的什么呀 Item list Item list 下面的什么呀 还要往下 Item list下面的什么呀 Data 对不对 还要往下 Data下面的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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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s 对吧 那么这个呢 这个拿出来什么呢 我们来print一下 我们来print一下 我们的Data list 我们再运行 那么它就获取什么呢 它获取的就是这个列表 哪个列表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里面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这个 包含我们这个 网页上面的所有的商品的信息 OK 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一段的这个流程 代码肯定有同学是不理解的 那么这个代码 这个逻辑流程 搞明白同学给老师QE 好 那么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了 接下来了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提取 提取数据了 因为这个里面的数据 还有很多 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只需要什么呢 我们只需要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看 我只需要 这些东西 标题啊 价格啊 购买人数啊 是否包邮啊 根据你们的这个boss 给你们的任务 对吧 那我们怎么去提取 这一个数据呢 是不是就在这个data list里面 去循环的获取就完了 那么最好呢 我们在上面呢 我们搞一个全局变量 叫做什么呀 叫做data 这个data等于什么呢 我们让它等于一个 一个列表 好不好 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去提取数据 看清楚了啊 怎么提取呢 我们去循环 是不是我们 复item 印这个data list了 那么这个item 每一个item 是不是就是这里的 每一个什么呀 每一个商品呀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这 我们来print一下 我们print一下这个item 对吧 我们excite 只print一次 我们运行 好对吧 你看 每一个 每一个 是不是就什么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典呀 那么我们看啊 我们可以获取它的title 对吧 那么这个就要去分析 好不好 title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你看 我是不是就打印出这个弹头教育 是吧 第一个商品名称叫什么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商品名称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一次性 全部打出来 你看 每一个商品的名称 我都有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item 这个字去取 那么其实我们就要去分析 这里面的一个object 对不对 你看 它叫列 什么样 这个title picture 对吧 那么你就根据这个地方 你去什么呀 去分析 去分析 对不对 好 好 那么我们就什么呢 那么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去写了 我就把代码复制过来 好不好 好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搞一个tempo 搞一个临时的值 让它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字典 它去什么呢 它去把我们的这个需要的 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数据啊 把它给搞过来 那么我们 我们粘贴在这里 你看 那么就提取什么 提取它的title 是不是它的价格 它的销售量 它是否包邮 是否天猫 地区 对吧 店名 detail 就是我们的这个详细的url 对吧 那么每拿取一个 我们就让它什么呢 我就让它往这个data.appare 在这个tempo里面 好吧 就这么简单了 我们来print一下这一个data 我们右键 我们来运行 好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么这个data呢 现在呢 就是一个列表吧 一个列表里面的 每一个什么呀 看到没有 每一个 往后 往后 你看 就是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商品 我们只有它的什么呢 只有它的title啊 view price啊 是吧 sales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数据 保存到我们这个data里面了 保存我们data里面了 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an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看一下这个lan 我们来运行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36 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36个商品 对不对 好 那么同学们 我们来数一下啊 我们来数一下 我们看看是不是啊 看看是不是 1234 对吧 一行四个 我们一行 两行 一行 两行 三行 四行 五行 六行 七行 八行 九行 十行 十一 十二 哎 同学们 这里居然有12行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呀 有东西 说明什么呀 是不是说明我们 有什么呢 有这个 十二个 有三行的 这个数据 是 是什么呀 是后面加载的 对吧 对吧 它不在什么 不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那么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 一部加载的 那么我们要找到 找到什么了 首页 首页有十二条 一部加载的 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其实是一样的 好不好 其实是一样的 也要找到什么呀 找到UIL 好吗 那我们写上什么呢 那我们来找 我们来找 那么怎么找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就什么呢 你就一条一条的 往下找 那么这个就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什么 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除非是你有经验 那么有经验呢 一定会知道 它是肯定是一个什么呢 肯定是一个 对吧 你看 肯定是这个 一个一部加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review 那么你看一下 很明显 对吗 这里有多少条 你看 十二条数据 对不对 你看 就放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就是这条 就是这个 ATP请求 对吧 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去模仿 是不是去模仿 这个 模仿就完了 对吧 那么一样的 把URL 拉去 对吧 我们的URL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然后 然后你看 其实就可以把这里复制了 复制了 对吧 发动请求 对吧 那么我们写上2 为了便于区分 好不好 OK 那我们来print一下 print一下 html 邮件 运行 好 那么同学们 发现错误了 你看到没有 我们发现了错误 那么你返回的不是这玩意儿 看到没有 你返回的不是 你看我们返回是什么东西 我们返回的是这个 我们返回的是这个 对不对 我哪里写错了 是吧 你看 维持棒12 维持棒12 这边写一下 好 那么它也成功地回来了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最好是加上什么了 因为它可能又改了 其实 其实什么呢 我们应该加上这一个cookie 好不好 我们要一个cookie 那么既然它这里没有 本来我是想跟你演示一下 这个地方 它验证cookie的 它居然这次又没有验证cookie 对吧 那么就算了 好 那么它能正确地执行 那么同学们 是不是接下来 我又跟这里又一样的 又是提取筛选清洗 对不对 又是写正在表达是 那么同学们 你看 这是一个json的格式 json的数据是不是 对不对 json的数据 是不是这里 是什么呀 是这个 都是文本的 看到没有 都是文本的 那么我们一样的 通过正在表达是 那么为了这个 时间 时间关系 这里呢 我也就不想讲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 不详细地跟大家讲了 因为这里都是 流程都是一样的 只是代码不一样 只是代码不一样 那么怎么处理了 一样的 那么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这一个 我就来快一点 来快一点 好 那么把这里改一下 把这个地方改成 我们的 html html 对吧 item text 那么你看 这里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么因为 这个 我就没有做这个代码 勇于方向的 因为我们是面向的过程 那么这个就 没有用函数式 好不好 函数式可能 这个有点复杂 你们更 更难以听懂 对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 最后我们再来 print一下 print一下 我们的一个 lan data 我们右键 我运行 48 好 各位们 你看 那么是不是我们首页的 所有的 我们首页的这个所有的东西 就搞定了呀 对不对 好 那么到这一步了 各位们 然后我就让我们的首页的地址都拿到了 首页的所有的数据拿到了 那么 各位们 我们接下来 在干什么呀 跟着我的思路来 cookie这个 一时两话 讲不完 好不好 就算刚才那里呢 我可能也就是跟你简单带过 没办法 把各方各面都 都讲到 那么这次需要一个系统了 好 那么这个下面的同学 下面的同学 那么这个 我们下面在干什么呀 我们拿到这第一页了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呀 接下来干什么呀 存下来 不着急 才这么点数据 48条数据有什么好 好着急的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呀 第二页 没错 是不是开始翻页呀 翻页 翻页 怎么翻页呢 怎么翻页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看 点这里 你看 第二页 第三页 我们把这个 注意了 我们一样呢 去干请求 干掉 我们点上第二页 好 对不对 你看 这里呢 发送了 HTTP请求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我们点这里 对不对 其实页面是没有刷新的 对吧 它只是发送什么呀 阿甲克斯请求 应该是 那我们来看看 看看这里 你看对不对 它用了什么呀 用的Json P 不是阿甲克斯 对吧 你看 用的Json P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 好不好 你看MOS MOS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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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在拿你 MOS里面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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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list 对不对 你看 你看没有 又有一个data 又有一个auctions 你看对不对 又在这个里面 四十几条 44条 对吧 那么我们又 又找到什么呀 又找到它的请求了 好不好 又找到它的请求了 那么当我们再去翻第二页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也是利用这种情况 也是利用这个Json P 的方式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分析呢 我们就要去分析 它发送请求的方式 好不好 那么这里呢 就快速地跟大家讲一下了 那么这里非常简单 它利用什么呢 首先同学们看清楚 它有几个地方 有几个 你看 这是一个url 利用是get的请求 对不对 因为Json P 是get的请求 那么我们就看看它的参数 首先同学们 44对应什么呀 对应它 对应着它这一个条数 那么其实 当你去请求第二页的时候 它会什么呢 这个地方会变成88 那么每一次去请求 都请求44条数据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88 你再往后呢 就是88上面再加44 一尺 类推 然后呢 它这里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时间戳的参数 看到没有 还有一个时间戳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就有个callback callback后面它跟着一个什么呢 跟着 callback这里面跟着一个什么呢 跟着一个Jason P 那么这个Jason P呢 得这个什么呀 得这个Jason P这个函数呢 它的函数名字呢 后面有一个1051 那么这个1051呢 它对应什么呢 对应我们前面这个1050 会去加一个1 会加一个1 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去拼接这些参数 好吗 我们要去拼接这些参数 然后什么呢 然后去循环的去发送 去循环的发送 那就非常简单了 那么呢 一样的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因为写起来这个 这个比较啰嗦 那么浪费时间 好不好 我把它copy过来 然后呢 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好 我们把它复制 好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 有一个time模块 那么所以说 我们要去import一个time 那么因为要获取什么呀 获取时间戳 对不对 然后 我们还要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个参数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一个getargus 等于什么呢 我们让它等于一个字典 等于一个字典 通过这种方式 好 那么这个呢 很显然 是获取什么呢 获取时间戳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去给这个参数 给这个-ksts -ksts 在哪里 是不是就这个呀 下滑线 ksts 它什么呢 它是一个时间戳 看到没有 后面还跟着几个数据 那么这个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进入python 那么我们的timeimport 那么time 那么time.tim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它精确到这个 毫秒 微秒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秒 对不对 这个网络是毫秒 后面主张有这么多个位数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念 那么他们 我们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方式 通过这里 去什么呢 去拼接出这样的参数来 拼出这样的参数来 那么 我们这里有写 对吧 我们你看 我们 把它乘以1000 对吧 你看 就把这玩意去乘 去乘以1000 然后去取什么呢 然后去取它的倒数的 什么呀 三个 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之后 取到它的倒数的三个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去拼接 你看到没 去拼接 那么 然后 这个呢 callback 对吧 那么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去拼接这个 拼接这个 对吧 一个json p1051 那么 我们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 jsonp 对吧 那么 取到这个后面的三个 那么我们固定了 只取后面三个 然后它等于什么呢 让它 加一个1 对吧 加一个1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data value 是不是等于44 乘以 乘以i 第一次的时候 对吧 我们翻第二页的时候 就是44 那么翻第二页的时候 就是88 一次累退 一次累退 好 那么这个cookie呢 我们不要 看看它能不能正确 看看能不能正确地搞定 好 好 那么往后呢 就是一样的 它什么呢 它去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去什么呢 正着表达室 去匹配 对吧 然后提取什么数据 放到data里面 OK 那么我们翻了个10页 对不对 那么10页 每一页是44 那么10页就是440 那么加上 加上我们最开始的这个 不对 这里有9页 这里有9页 这里只有9页 那么应该总共 总共是444 这个像说绕口令一样了 那么应该 应该应该是444条数据 我们看看 好不好 print 我们的 led data 看看 好不好 右键 连续 哪里错了 key error 这个data list 错了吗 这个没关系啊 jason.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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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print一下 这个atml print一下atml 看看哪里错了 这个没关系啊 jason.nose key error data key error data 好 我们一个个来 一个个来 那么把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print print 我到这里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那么应该是这个 jason.p里面的 mose下面的 mose下面的item list 下面的data 为什么没有data 有data data对吧 mose下面的item list 下面的data 难道没有data吗 看看这个jason.p 有没有错啊 没有错呀 没有错啊 那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拨 一点一点的拨 那么这个 i don't find i don't find penalties 没有赤 那么 准胞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好 上面的 Status等于 这个 Status 第八个 好 那么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来加一个什么呢 我们加上一个Cookie 我们加上一个Cookie 看清楚了啊 我们这里加上一个Cookie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刚才的Response 2.cookie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加上一个Cookie Cookie 等于我们的Cookies 最后 最后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来试一下 运行 嗯 还是不是认识的问题吗 那我们一层层的来做吧 好不好 一层层的来做 首先我们Content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R1.findwall 我们这样 这样 这样 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Print什么呢 Print 这个Content Print Content 运行 一层层的来啊 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多做几个中间变量 Content 等于Lows JSON.Lows Content 对吧 我们再来Print Content 的什么呢 Mows 看来有没有问题 好不好 就先Print一下吧 这个不要了 再运行 OK 也没问题 那么 Mows下面的 Item List 一点点的 M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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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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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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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 R5 R2 R5 R5 不是这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可能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这里还掉了一个东西 掉了一个参数 我知道问题了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把这个UIL拼对 没有把这个UIL拼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UIL里面还差一点东西 还差点东西 差什么呢 差了一个get 它还有一个参数叫做Q 就是我们 它要什么呢 它要查找的 我们是Python 是Python 它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这个 就这样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来试一下 好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OK 444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址 我们是去拼接的 知道吧 那么这个地址 跟我们这个地址 跟我们这个地址 是不一样的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Q 我们找到它 我们的QQQQQ 在哪里呢 这里有一个Q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Q等于Python 就是你查询的时候 你要查询什么值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改变 如果我们搜Java就是Java 搜什么呢 搜别的就是别的 对不对 要明白 要明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Get参数 好 那么你看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那么刚才那个地方呢 少写了一个东西 对不对 把这个都去掉了 你看 是不是总共 总共是怎么样 444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 我们的这个数据 就来了 好 那么 那么没有这个数据 我们来这个数据之后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就会干两件事情 接下来干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分析 第二个叫什么呢 第二个叫做持久化 那么分析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画图 对吧 等等 好 那么这个呢 其实非常 这里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更 今天更多的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逻辑 好不好 那么这里呢 其实什么呢 我们应用的是别人的模块 应用的是别人的模块 那么 我有什么呢 我写好了一个 一个画图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爬虫的代码呢 我肯定是不会提供的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 不好 不好 好不好 因为你们的这个 传播量比较大 OK 那么 我会提供什么呢 提供视频 那么你照着我的视频 你自己去把它敲出来 那么会 会减少很多的这种伸手挡 好不好 那么你也会学得更好 那么我会把什么呢 我会把这个做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meta blob 画图的这玩意儿 发给大家 那么你们可以去看看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画饼图 对吧 这是画什么 画柱状图 那么你们可以什么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好不好 去学习一下 那么这个爬虫呢 你们拿到我的视频 自己去写 自己去写 好不好 我不希望这种 没有能力写出这个爬虫的人 拿这个爬虫去运行 那么这个不好 好不好 这个不好 也是什么呢 也不是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么你有可能你就是把我代码拿起来 运行一下 对吧 OK 丢一边了 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我更希望是大家能够把它学会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看这里 我们拿到了数据之后呢 我们开始分析画图了 那么这个分析画图这里呢 其实就需要什么 结合着这个 那么大家下去自己什么 自己去摸索一下 好不好 去学习一下 那么我把这个 我把这里的这个画图地方呢 给大家这个 复制一下 那么搭线这里 那么其实很简单 你看 我用的Data1 包邮 不包邮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吧 Data2 天猫 淘宝 Data3 地区的分布 那么我去循环我们上面这个Data 对吧 这个数据已经来了嘛 我就去找啊 那么 找每一个数据 如果它是包邮的啊 是不包邮的就去加1 否则这里加1对不对 一样的 是天猫的就加1 是淘宝的就加淘宝的1对吧 那么去获取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获取这两个数据之后呢 我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 你看把这个Data1 Data2 Data3 分别传到我 我什么呢 我写好了这个画图的这个函数里面 那么这里呢 import什么呢 import draw 对吧 这个做呢 就是我们自己写的模块了 对吧 看到没有 做 好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 再来运行 那么它就会什么呢 分别去画三个图 右键 我们来运行 好 那么这个图呢 第一个 第一个 好 你看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对吧 现在包邮 现在这个点 查出来的 包邮 418 不包邮 26 对吧 好 第二个 天猫 天猫 多少呢 330 淘宝 114 对吧 对吧 关掉 你看 你看 刚才我们是不是这个北京的最多 你看 现在到了晚上 我们这个山东的也起来了 对吧 那么这些数据啊 你可以做各种分析 对吧 那么因为我不是这个端页的 对吧 那么这个 你们有同学如果是数据分析端页的 可能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分析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会这个 对吧 你可以各种图表 各种分析 那么这个才是有意义的地方 对吧 有意义的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画图 好不好 而且它可以生成看到没有 还可以生成 你看 看到没有 还可以生成图片 那么你们老板如果说拿到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是吧 你运行 你现在可以把它什么呢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展现出什么呀 展现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网页上给你老板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 画图 好不好 那么这个 不难 不难 主要是大家这个 没有接触过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持久画 那么持久画呢 就是写什么呢 就是写这个Excel 有东西说老师 怎么不存在数据库里面呢 你的老板要求你存在哪里 你就存在哪里 OK 好 我把这个呢 我把它复制下来 好 那么这个呢 对不对 这个呢就是写 写什么呢 写这个 你看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 看没有 XLWP 你就是去调用别人的 对不对 别人给你写好的库 XLWP 对不对 那么你用第三方库 去干什么呢 去做持久画 就是去写到我们的这个文件里面 其实写文件跟写数据库是一样的 那么你就是什么呢 你去连接数据库而已 那么这个东西都是死的 知道吧 它这个API是死的 你就去用就好了 那么比如说 你看这里 先生成一个什么呢 先生成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Excel 对吧 然后建一个什么呢 工作文档 然后去写标题 对吧 第一行的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对不对 你看就写 就这样写嘛 它一行一行的写的 那么第二行就看 后面就是写内容 去循环嘛 对不对 去循环嘛 你看4i 是吧 加1 为什么要加1呢 是不是这个第一行被写了 对吧 你看写各种各种东西 对吧 我们这把它改成Python 你看 那么我们再以运行 它还会在这个地方 生成一个什么呢 生成一个 搜索Python的结果的 点差 这样的一个文件 有点运行 OK 那么 那么我把这个图片 对吧 关掉 那么你看 它怎么了 就生成了这个 就生成了这个 刚才有人问老师 你的图片是在哪里 拉过来的 那么因为这个 这个屏幕啊 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你们这个 因为这个 我们有这个屏幕 别的地方 因为这个图片 它第一次 生出来的时候呢 它是在这个主屏 在主屏幕 知道吧 那么我从什么 从另外一个屏幕 把它拉过来了 拉过来的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 是我在这边 在这边 已经写好的一个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不好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 那么同学们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内容 好不好 我会把这个座 去分享给大家 那么 这个画图 那么 至于这个爬虫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 那么首先 这个爬虫 不是一个零基础的 如果说你是零基础 那么基本上 你是写不出来的 可以理解吧 那么基本上 你是写不出来的 那么不是说 去歧视你 而是什么呢 而是你目前 还没拥有 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 那么你需要了什么呢 你需要的是 这个感受 然后 你结合你自己的情况 你适不适合学 你想不想学 想不想往这个方向 去发展 以及怎么去学 好不好 我们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是在这个怎么学 怎么学上 而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 这个会的同学来说 它就太简单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多的难度 那么你写多了 自然就会了 好吧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就可以回答 回答大家这个 的问题了 好不好 这个 这个SCOTT同学 你是一个零基础的 对吧 那么 很显然 那么你需要什么呢 需要系统的 去从基础开始学习 好不好 那么这个request 是第三方模块 好不好 那么这个跟你 如果要跟你讲起来了 可能要跟你从头到尾讲 那么这个就没办法 想学数据分析 想学数据分析 去学嘛 对吧 这个是属于数学范畴的 那么你就不要到 Python的课堂来了 对吧 去学数据就好了 好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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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